今天我又開著我的GR86來到麗寶賽道 上一次呢參加GRpatient的計時挑戰賽 我同事虧我說我過大直線的時候好像電動車完全沒有聲音 所以這一次呢我特地改了排氣管 那感謝我的贊助商FI的Exhocit 他等於算是我GR86的第一階改裝 那這個FI的Exhocit就是跟我人生第一台車大發心向那種土炮改不一樣 他的聲音呢很厲害而且重點是他的閥門是可以電子調整的 甚至我剛才在驗車的時候 你知道我的噪音分貝只有85 但是你知道嗎你在全油門加速的時候 那個聲音不會吵雜 不會像過去改裝土炮那種啊... 整天咬聲 不然你聽到音樂會罵 這一次不會 而且呢據說馬力還可以微幅提升 所以待會我就要認真的來跑一下 看看這一次的單圈神經驗都踢進過 其實擋排氣管跑賽道會不會比較快 應該這麼說啦 我覺得快不快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會覺得比較爽 那像早上呢我跑出了2分08秒 可是我覺得如果排氣管改他們的就是全段 就是包含他的當派 我相信馬力的確會提升 因為我沒有去實際的上馬力機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個排氣管它基本上它不會吵 其實閥門打開的時候呢 它會讓你聽到那種月額的聲音 就是它也不會出現排氣脈衝那種不順的感覺 當然因為是自然經濟 所以它也不會換放平 可是你突然降檔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那種突然產生 那個硬品的喜悅 比較特別的是 我因為選擇的是它的T304不鏽鋼系列 裡面的黑色的這個尾管 為什麼因為我覺得剛好黑色會給人家一點點神秘的感覺 而且它跟後保感下擺的分流器 它那個顏色比較搭 那順便提一下這個T304呢 我覺得焊工算是相當的精細 它是用3D立體的焊接跟它的做工 而且呢它已經盡量減少焊點 減少焊點有什麼好處 就是你焊點太多呢 如果你沒有焊好 它可能就是你在劇烈抄架 或是因為高溫 它可能會從焊點那邊漏氣 會影響你的排氣回壓 那再來就是它全部都是可以鎖螺絲的 它基本上不用在你車體上鑽孔 它就是對照原廠的那些腳架來做施工 所以我覺得整個精密度相當的棒 尤其它還有一個閥門的遙控器 那它是需要接線 那昨天在Lisbee那邊施工呢 它不會給你廉價感 它連施工都很精細 它基本上算是台灣精品 那除了這些呢 還有一個很好玩 我覺得很高科技 就是它有一個APP 這個APP呢 你在Race的模式下切下去呢 它閥門是開啟的 那你也可以選擇Street 它就是關起來 而且呢你還可以Sitting Sitting它有三個功能 就是一個你可以設定你的轉速 像我是設定在3000轉以後 它才房門打開 聲音會比較嘹亮 可是那嘹亮呢 是不吵雜的 它會給你一種潛意感 盡可能讓你的音頻變得更順 而不是吵雜不是大聲 然後再來就是 你也可以透過就是這個APP呢 去設定你的時速 就是有的人可能他覺得 欸我時速120以後 房門開啟 再大聲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個是渦輪 那因為我的車是NA引擎 所以基本上只能設定轉速跟時速 可是我覺得有這個APP 你會覺得很好玩 你會覺得它不只是排氣管 它還可以改變你車輛的特性 你會覺得它很安靜 你會覺得它會不會發生 你會覺得它很難